在这个实验中,你将学习用电力产生磁性,你将需要绝缘铜线用于收卷电机、电池、T区刀片和一些其他东西。 使用25号绝缘铜导线绕成40线圈,用一把小刀把铜线两端的绝缘层刮掉。 取一块正方形的橡胶,在中间切一刀。 把线圈垂直插在这个枣里。 取一把新的刀片用细线吊起来,你会惊奇地发现,所有刀片都预先被磁化,都自动转成南北方向,所有的针也一样。 现在,把刀片用线吊在线圈中间,使刀片可以自由旋转。 将铜线两端贴在一个1.5V的火锯电池两极,你会惊奇地发现,刀片会旋转90度。 只要有电流通过线圈,线圈就会变成一个电磁铁,并排斥刀片。 所以,刀片会按90度旋转,现在扭转电池,电池的两端也翻过来了,正极变负极,负极变正极。 这时候,你装上电池,刀片将再次以直角翻转,只是这次是按相反的方向,刀片将与线圈的轴线成直角。 如果你愿意,你可以使用针重复做实验,因为针也预先被磁化了。 翻译成云单,配音中博雅。 哦,呀。